呵呵 Hello,Ladies,大家好,我是寶金哥 看我的影片,歡迎收看,我是布家,我的有夠缺德 大家,呃,如果有在上課的人 應該也遠距離上課一陣子了吧 我想大家在遠距離上課時一定常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寶金哥呢,其實是很羨慕你們這些可以遠距離上課的學生啊 哈哈,這就跟遠距離上班一樣 哈哈,這家什麼費什麼的老闆都不知道啦 那我就有幾個好朋友,啊,遠距離上班 但是長顧一次之後呢,就回不去了 不過呢,遠距離上課,無論是老師或學生,應該都不太習慣吧 這次呢,我們將網路一些奇葩事情或者是經歷來跟大家分享 看看現在的人會在遠距離上課時遇到哪些奇葩事蹟 狀況一,學生的麥克風永遠是壞的 老師今天上課時總是會點學生起來回答 如果變成了遠距離上課之後 同樣可以點學生起來回答問題 不過,這就要看學生的麥克風有沒有壞了 一些學生被點名,一定得站起來躲不掉 但是從遠距離課程,學生只要打字說 自己的麥克風壞了 老師直接無解 一直摸摸鼻子,繼續問下一個同學 然後下一個同學 老師,我的麥克風也壞了 問個幾次,老師就放棄不完了 因為大家都麥克風壞掉就飽了 畢竟老師也不可能衝去人家看嘛 所以呢,這真的是一個不回答問題的好藉口 老師,我頓時覺得他太可憐了 狀況二,不小心打開的麥克風 上課也是麥克風壞掉不發言 這只是麥克風沒事但卻亂發言 所以你知道,遠距上課只會討厭一些人 開著麥克風在那邊吵 在那邊,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盡量都是老人敵人出來講話時 他再打開麥克風就好了 不過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歡按到麥克風啦 然後讓一些意外的聲音出現 太多太多的新聞或是往我分享啊 像是,老師在教課的時候啊 全班直接聽到某個同學的爸爸在背後唱歌 呵呵呵 或是媽媽在背後煮飯 或是家裡旁邊在施工 這個課程過程呢 非常的,呃,很像在野外上課一樣 當然更精彩的就是出現麥克風之前 拍過影片,講到的 莫名其妙學生在那邊 啊,黏黏黏 啊,黏黏黏的 靠,什麼黏黏的 欸,美勞克是不是,玩嬌水嗎 蛤,不可能嘛,搞屁啊 那我在那一集底下的留言有看到 有人說啊,這前面絕對還有精彩 要不然就不會有人把它錄下來嗎 哎呦,這樣子想到的話 哇,那整堂課,這高潮迭起的感覺吧 感覺老師也困擾很久 到底是誰的麥克風 到底是哪個學生發出這樣的聲音 到底什麼情況 啊,太多小心空間了 狀況3 學習如何,一心多用 遠距上課的時候 欸,好像大學生的部分 不太需要真的用平板或電腦乖乖坐在位置上 一台手機登入之後呢,好像就可以開始上課了 不過啦,就是 據我了解,也不是所有大學都這樣 大家都不太一樣 只能說大家都不太一樣 有一些的是,就一支手機登入可以直接上課 然後就帶著耳機,掛著聽老師上課這樣 但實際上這堂課,老師如果不要求打開四訊鏡頭的話 那麼基本上你想到哪裏上課好像都可以呢 非常至於唷 有一次去3D吃飯的時候呢 就聽到四個同學在隔壁桌 桌上都擺著手機 然後開著小小的聲音,聽老師上課 結果呢,這四個同學竟然在那邊大聊特聊 直接聊了2個小時 oh yeah 這就是我們現在 遠距上課時 修煉出的另外一項技能一星多用 這水準實在是太高端了 不過我相信應該有很多老師直接放推 隨便啦,懶得上課啦 但也不管學生到底有沒有在聽啦 反正打開群組 講我的課,交差聊事就好 字固子講完一堂課,就給它結束 大家,你不犯我,我不犯你 哈哈哈 人啊,果然是不斷追求進步的生物 不只同時學習老師上課內容 也同時學習如何在吸收知識同時 做其他的事情 修煉出多項技能 有些人修煉出的技能是 可能邊上課邊跟朋友聊天 交流昨天打怪的心得 有些呢,則是直接跟旁邊的男同學女同學 直接開始研究身體器官 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識呢 也一併吸收 那有一些人呢,是直接就開始 邊上課 可能邊去工地打工 哈哈哈哈 就像這個某幾個新聞講的這樣 欸,黏黏的 啊,對啦 這女學生可能第一個在工地裡面 不曉得在處理哪一些會黏的液體 可能她也是在強力教的工廠上班 不小心被強力教勾到 欸,黏黏的 對對對 總之現在這個 遠距教學可以培養出非常多的學生 同時具備更多技能能力 非常不錯的一個趨勢 狀況是 無法被阻止的作弊 以前考試作弊 都要想 該把小超放在哪 但是現在遠去考試 作弊方式的實證是 大概都太方便了 有些考試的方式就是 直接線上選擇題 那老師也不會管你 就是連結丟下去給你 然後你就開始貼就對了 這時候還是準備小超 來看出 爛透 直接上網Google了啦 再開啟Google之後 隨著便便就可以找到每一個答案 而且網路上面一堆熱心人士 都會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嗎 不過許多老師 倒是知道大家會作弊 所以都變成做報告的方式 冰來降黨水來吐煙 不過你也知道 學生一直都是做報告的強者 複製貼上改幾個字 換個段落 一份開引擎來混淆的報告 就再度出現了 不過有一些考試則是會規定要開資訊 嗯 不過即便不開Google 就在螢幕外面放上小超二 看一下也是足夠了啦 真是的 在遠距教學呢 老師真的很可憐 講到可憐 接下來這個呢 讓老師看起來更可憐 狀況 兇不起來老師 這項目是老師 以前在學校那裡talk 現在在遠距上課時 都沒用啦 以前上課 學生不乖 點他起來好好幹論 或是直接抓到講台前面定 或是直接K他這樣子 但現在遠距教學 你想上課兇學生你就想 唉呀 那個媽媽後面吵才這麼大聲 很明顯在旁邊啊 我兇下去 哦 全班的家長都在看 現在不太行耶 想到這邊呢 很多老師可能轉念一想 啊 那算了 我要拿出愛心來 關懷所有學生 用愛感動他們 可是對著你也知道的哦 學生是不吃你好生 好吃那套的啦 年輕氣沉 邪氣方剛 大家都不懂事 老師的好 長大才知道 所以呢 應該上課狀況啊 就不是那麼好掌控哦 而且萬一這個老師太兇哦 突然哪一個學生的家長 嗯 覺得 這老師怎麼這樣 口中家長直接跳出來幹 哦 那就錯了 一天家長到學校 那應該都是下課 或者是放學之後的事情了 現在 口中家長覺得事情不對勁 10秒鐘之後呢 就可以抵達戰場 這 我想說 原去教學 真的是辛苦老師了 狂刷禮物給老師 老師上課 通常有自己適用的平台 Google Mia應該是目前最常見的 我有看過在一期直播上面上課的老師嗎 這個老師不曉得是不是走錯路了 他竟然在一期直播裡面 遠去教學 哎呦 我突然覺得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老師很常在一些 嗯 妹妹很多的直播平台上面 流蕩 不然他怎麼想得到 用這個平台 開直播教學呢 那在那開直播教學啊 應該不管你是不是學生 可能都會好奇點進來看一下吧 而且在這種直播間哦 學生搞不好看一看 會突然有一個衝動 想要刷禮物給老師 搞不好路人進來 一看一看 這老師教都挺認真的 直接抖內 哇 這老師 找到了未來就入業啊 除了教課之外呢 還可以拿禮物斗內 瞬間找到了財富自由的另一條通路 那更有些好笑的情況是 開了遠去教學的影片之後呢 原本陰道人數只有三十人四十人左右 結果十道人數一萬多人 這人真的超好笑 喂 可以拿那麼多幽靈學生 你們繳學費啊 把開了 狀況吧 沒有學生 有點寂寞的老師 應該所有的老師都很習慣 上課的時候 底下一群學生吧 突然底下變得空蕩蕩的 應該沒有多少個老師會習慣吧 那就有個天才老師 突發奇想 他將所有學生的照片呢 都給他印出來 然後貼在大家的座位上 不是不是說 這個老師實在有創意 超猛 看來這老師真是不甘寂寞啊 不過老師 你那照片擺起來 真的很像 呃... 不太對啦 好不好 不會覺得你上課上一上 會覺得毛骨悚然嗎 尤其 萬一有一個晚自習 嘖 老師還留在這個 教室裡面 還在很用心的幫學上課 你不會覺得 底下的學生 作者的 不是你的學生嗎 呃... 狀況就 到底誰成是遠距教學的受害者 你知道遠距教學最辛苦是誰嗎 學生 不是你 是老師跟家長 對 學生絕對是最爽的那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聽過有老師 因為遠距教學之後呢 天天加班到晚上 八九點的 明明遠距教學 應該更輕鬆 但他就更辛苦 原來就在於 他不只要教學生課本上面的知識 還要教學生的爸媽 電腦知識 他要教爸媽 如何購買器材 要買哪些器材 要怎麼使用 要教這個爸媽怎麼使用之後呢 再讓這個爸媽去教會小孩子如何使用 那一些都市地區就不用談了 大部分家長呢 應該都算是有 手機平板那些比較熟悉的喔 你試試看 那種偏向的遠距教學 真的不是老師的問題 那個... 老師跟家長 腦子應該都快爆掉了 那個... 老師啊 我家網路很慢 你講慢一點啦 欸老師 又怎麼撤退又要缺點電路 蛤? Google當作什麼? 什麼是Google 老師變成了早上教課 晚上教電腦課 並對於那些家裡 平常沒在用智慧型手機 或者甚至連電腦都沒有 爸媽來說 要偷不打這方式 教對方該怎麼用3C產品的東西 簡直就是地獄 雖然說這樣的極端例子是比較少啦 不過我還是聽到有許多慘慘的案例 不過剛剛提到的是老師很不爽 以後爸媽聽到也超不爽的 好不 原本爸媽在家裡就是 弄完教育就可以休息 躺在上方上面 追去看電影 然後下午還要跟姊妹喝下午茶 結果被人家搞 直接變成要在家顧小孩 什麼都不用做了 就坐在孩子旁邊陪他上課 這樣的感覺 真的是沒有你想像的溫馨 有人實際到朋友家裡 沒有去看過這種方式 光聽一節課就想睡覺 還要聽一整個早上 哎呀地獄 而且如果爸媽不太懂電腦那些的 要一直問老師 也是很不好意思 就大把年紀來去學新東西 真的是毫不快了 那如果爸媽不太懂就算了 但如果老師不太懂 哦那就真的更挖 在網路上面就有同學分享 老師在上課時 根本連自己的麥克風 沒開也不知道 那也沒有學生提醒他 是上到一半 有位同學終於看不下去 那個請問一下我們老師 有在上課嗎 沒有啦他的想法不是這樣子啦 我比較惡劣一點 所以上次提醒老師他的麥克風沒開 那老師指揮了一句 蛤 麥克風劍在哪 哦天啊 老師都不太懂怎麼用 到底是怎麼教 然後以上呢就是 圓具教學會遇到一些 奇葩事蹟好家的故事 不過呢還有更多的啦 歡迎底下現在圓具教學上課的 老師們學生們家長們 踴躍留言 分享你們遇到的狀況 夠有趣的 可能墨金哥會給他拍下一集 然後講講你們分享的內容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衝著圓具教學 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今天這部影片呢 值得你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隨便啦 也比較會是一定要的啦 大家會幹嘛不知道啦 然後那個超級感謝 也可以用一下啦 那我們今天再見囉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然後呢 然後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